美帝骑士千万剑,醉得醉齐听我念 大家好,我是你们懂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今日粉醉嘴炮 80岁大美帝议员提议付好奖税 马斯克说,我忘了您老还活着呢 马斯克在买出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以后 在推特上开启了嘲讽模式 而他嘲讽的对象正式提出付好奖的大美帝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11月14号,特斯拉的CEO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 在推特上多次回复桑德斯的一条关于付好奖的推文 桑德斯说,那些极度富有的人应该缴纳相应份额的税 马斯克则这么怼道 我老是忘了您还活着 大概是觉得还不过瘾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马斯克再次回复道 想让我卖出更多的股票吗 伯尼,只要你说出来 或许感觉还是没有尽兴 在11月15号早上 马斯克又一次回复桑德斯的推特 说呀,伯尼是一个索取者而非创造者 长期以来,80岁的桑德斯一直是富豪税的积极倡导者 此前,他曾经提议对大美帝最富有的0.1%的家庭每年征税 并且声称,这将在未来10年筹集到大约4.35万亿美元 并在15年内将亿万富翁的财富减少一半 马斯克为什么那么火力全开 将所有的火力值指向了桑德斯 那是因为马斯克完全符合桑德斯 矛头所指的极度富有的人 根据福布斯亿万富翁的指数 马斯克是世界上最有钱最有钱的人 身价高达2715亿美元 10月7号,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发起投票 询问吃瓜群众 自己是不是要卖出10%的特斯拉股票 而这10%的特斯拉股票价值超过200亿美元 马斯克表示 无论投票结果如何 他都会遵守投票的结果 10月8号最终投票结果显示 近58%的人赞成他卖出股票 总投票数超过了350万 然而呀,从披露的监管文件来看 马斯克需要履行与行使股票期权相关的税收义务 其实已在今年9月份启动了套现计划 截至11月12号 根据特斯拉提交的文件 马斯克一共卖出了价值69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还不到其出售10%股权目标的三分之一 文件显示 马斯克目前仍然间接持有超过1.66亿股 价值超过了1700亿美元 此外,根据报道 马斯克可能还欠加州的州所得税 加州的最高税率是13.3% 尽管马斯克已经搬到没有州所得税的德州 但他在最近的一条推文中承认 他仍然需要缴纳加州的所得税 因为他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加州工作 伴随着马斯克的大幅掏陷 特斯拉的股价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截至11月12号美股收盘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2.8% 收于1033.42美元 特斯拉股价在上一周累计下跌超过15% 是2020年3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第二条 今日份最瓦五 彭斯前新闻秘书爆料 彭斯以特朗普为耻 据新闻周刊近日报道 曾在2017年至2019年 担任前副总统彭斯新闻秘书的阿利萨法拉说 彭斯因为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遭袭事件 而对特朗普感到羞耻 并将在2024年大选中争夺其基本盘选名 报道说 关于2024年的猜测甚嚣成上 特朗普和彭斯在最近的公开露面中 均发表了竞选式的演讲 表明 这两人可能都在为重返政治舞台打基础 在确认拜登赢得选举胜利以后 彭斯跟特朗普的关系就十分的不好 彭斯也遭到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鄙视 法拉近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说 我知道 彭斯对他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感到自豪 但是我也知道 他对1月6号的事感到羞耻 对这位前总统的行为感到羞耻 当美问到彭斯是不是会参加2024年大选 跟特朗普打对阵的时候 这位前助手大胆预测 彭斯将发起总统竞选活动 试图讨好去年11月份 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数以百万计美国人 以及被特朗普疏远的共和党选民 今年在大多数关于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民调中 特朗普始终占据首位 莫宁咨询公司10月1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彭斯总体而言是第二选择 在不希望特朗普再次参选的共和党人中 彭斯则排名第一 第三条 今日粉最惊险 枪手射杀理发师后被理发的客人击毙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一名修班的警员 在理发时遇到了枪击案 持将歹徒闯入理发店 开枪打死了一名理发师 警员随即拔枪将歹徒击毙 巴尔地摩市警察局长哈里森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六下午3点15分左右 嫌疑人进入巴尔地摩市 一家名为布拉迪风尚的理发店 掏出手枪向其中一名理发师开枪 这名修班的警员带着武器 穿着便衣 当时正在由另外一名理发师剪头发 枪击事件发生以后 该名警员拔出枪将嫌疑人击毙 哈里森表示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之前 这名枪手在该地区 已经至少造成了另外两起枪击事件 其中第一起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30分左右 枪手跟一名37岁的男子发生了争执 向该男子开枪多次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 情况危急 枪手随后驾车前往另外一家理发店 向一名男子连开竖枪 致其死亡 从那里出来以后 枪手又来到了布拉迪风尚理发店 继续行凶 而那名修班的警员正在这里理发 哈里森赞扬了这位警员的巨大勇气 巴尔地摩市长斯科特在新闻发布会上 选择了这起袭击事件 他说 你听到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谈论这个问题 琐碎的 无意识的 愚蠢的纠纷 最终导致人们丧生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再次感谢我们的警察出现在这里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帝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 我们下期视频